有什麼樣的關係 因為當我們聽到世界主教拜託會議 我們第一個想到的就是主教教宗 有一群主教跟著教宗一起在羅馬召開世界主教拜託會議 那跟我又有什麼樣的關係 是的 過去我們聽到世界主教拜託會議 我們就想說這是主教門的事 主教門跟教宗的事 可是好像很難去想像說 這跟我們作為一個明信徒 作為一個地方教會的一份子 這跟我們有什麼樣的關係 所以這也是這一次世界主教拜託會議 想要把會議的真正的精神具體的呈現出來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個這一次的這個世界主教拜託會議的主題是什麼 體現共異性的教會 共有參與使命 所以這一次的世界主教拜託會非常的有別與過去 有別與過去的意思是 他想要把這個真正的會議的精神來給我呈現出來 所以我們就一起來看說 世界主教拜託會議他真正的目的是什麼 大家可以看到 兩邊的PPT可以看到 促進教宗與主教之間的密切聯繫 以其意見協助教宗保全並增強信仰 其道 維護並加強教會機率 研究教會在世界行動中的有關問題 巴西拉說世界主教拜託會議他的真正的目的是 希望透過主教們 主教們就是教宗的左右手 他們在世界各個地區所看到的問題 可以一起帶到跟教宗一起來看 現在教會在各地所發生的狀況 那我們作為一個教會的領導者 我們應該怎麼樣來看這個問題 我們要怎麼樣來面對問題 我們怎麼樣來帶領我們的弟兄姐妹們 一起來面對我們的現況 所以我們回到那個會議的初衷 他是為了這個目的 所以我們也知道 世界主教要會議事實上是知道 犯例當第二次大都會議之後 才慢慢開始有一個制度 我們知道犯了自然之就被多年召開 那世界主教要會議事實上是在1967年開始的第一季 開始有這樣的一個制度 開始有這樣的模式 來一起來看到玉女教會的現況 是從那個時候開始 那這是世界主教要會議他的真正的目的 希望達到的目標 那我們再來看 那最近的一次的會議是什麼時候 是在2018年 相信大家對這個議題都不獲勝 在2018年的時候 在羅馬召開了世界主教代表會議 那主題是青年性的而甚高分別 那我們知道這個會議之後會出了一個會議的文件 那這個文件就是我們每一次看到的宗座的券議 所以當你看到教宗出了這個宗座的券議 你就知道說這個券議之前是召開了一次的世界主教代表會議 所以每一次世界主教代表會議都會有一個成果 而那個成果就是教宗所當中的券議 那我們在2019年我們看到的這個券議叫生活的基督 聖徒基督 那我不知道 在場的夥伴們 我們大家是否熟悉 這一個宗座券議的那一個精神 也就是我們怎麼樣把年輕人放在教會的主要的角色 來帶動大家看到今天社會的現況 那是整個的宗座券議當中所要向我們展示的 所以你會看到說 每一次主教代表會議完了之後 就是有一個成果的文件的發表 第一個就是宗座券議 那我們去讀了這個宗座券議 意思是要我們共同的來參與 我們來執行這個主教代表會議的成果 所以這個是主教會議的這個整個的脈絡 是這樣子的 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 那這一次主教代表會議不同點在哪裡 他強調身在共益性的交會 也就是在共益性的精神 好 單純我們會來看說 這一個大世界主教代表會議 不得要召開這個會議 他的文件 他會有很多人在上面 我會有很多人在旁邊 他會有很多人在那裡 他會有很多人在說